父皇有旨 明日起 马斋星将以伯王妃的身份 住进伯王府 王妃 主子 马斋星 你还认识其他马斋星吗 主子 会不会是 陛下想让我们在府里 找个机会杀人灭口 好让那马斋星死得毫无破绽 是 如此倒是说得过去 闭嘴 本王再说一次 明日起 马斋星就是伯王妃 你们要以礼相待 不要露出任何破绽 是 是 主子 你干吗 郡主 你醒了 郡主 我可不可以问问你 你昨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你掉进水池里去了 是酒后失足吗 恐怕不止如此 郡主 郡主 昨天晚上你走后不久 伯王殿下也跟着出去了 在你失足以前 你们俩的确是在一起的 你身上还穿着伯王殿下的披风 但在你失足掉进水池里边以后 伯王殿下他头也没回 转身就走了 这 这其中的缘由啊 伯王殿下昨晚应该是想对你以礼相待 可是 你却喝多了 你对伯王做了一些 冒犯之举 比如 比如 比如你把伯王殿下 当成狼仔之类的吧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陛下刚赐完婚 我就给伯王殿下留下这么不好的印象 这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郡主 哥 末将无能 鲁莽之下得罪了朝廷 让郡主 牺牲了婚姻大使 封城大哥 你别想那么多 伯王殿下乃是堂堂的皇子 摘星与他婚配 一点儿不觉得委屈 反而是美事一桩 从此陛下 便不会再以兴把家军的忠诚了 郡主 你与城主真的是一模一样 宅心仍厚 郡主 末将知道 你答应此门婚事 是为了马家军上下 倘若的伯王真的是性情古怪男人 末将就算是触弄圣上 也要阻止这门亲事 是 马静 在 从今往后 你要留在郡主身边照顾郡主 记住 不能让郡主受一点儿委屈 倘若有情况出现 你书信一到 大哥必定连夜赶回京城 遵命 马静一定会好好照顾郡主 不让任何人欺负他 包括伯王 哎呀 不用那么严肃嘛 你们没有听说过吗 所谓 将门虎女 说不定伯王 他娶了我这个将门虎女 这只母老虎 倒霉的是他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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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启禀郡主 伯王府的马车 已经在西宫门口迎接您了 柱子 郡主还在西宫口等您 已经一个多时辰了 本王不想与他同行 你先从他回府 柱子 啊 啊 郡主 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 为什么伯王他还没来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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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啊 啊 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 你看不看见我特地跟你穿的一样的衣服 我们就是让他分不清楚谁是谁 如果见到他的时候他还生气的话 有什么气就让他冲着我来冲着我撒 行不行 多谢你为我煞费苦心啊 陛下召见伯王定是有要事 再说了 昨天晚上是我失礼在先 等多久也是应该的呀 郡主啊 你有没有把握跟伯王相处得很融洽呀 我怎么觉得未来表示堪忧呢 可昨天之前 在回皇城的路上 伯王殿下对我就挺不错的 那你说他这个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我非他跟传说中的一样 生性多疑变幻莫测 难以琢磨 伯王给人的印象这么差吗 郡主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教人就不能小点声吗 你这样很容易吓死人的 二位在做什么如此专注 没做什么 没什么 我们就是无聊讲讲故事 打发打发时间 对了 伯王呢 他为什么没来接我们郡主回王府啊 殿下尚有公务在身 不是有意让郡主落单吗 特派在下先送郡主回府安顿 有公务在身他为什么不早说 你看没看见太阳有多大 都把我晒黑了晒化了 你再看看 这是你们伯王府未来的王妃 你们伯王府亲自来接他 这传出去还能听吗 你们 那就有劳了 有劳了 爹 殿下 楚楚 身体还好吗 安胎可否顺利 一切安好 太医说了 为了顺缠可以多走动一些 甚好 甚好啊 殿下 明日恭贺伯王的新婚贺礼 已然备好了 有劳阅了 楚楚啊 既然大夫说了 你许得多走动 那不如明日陪本王去三弟府上走走 运到伯王妃马郡主 见上一面 认识一番 如何 如此极好 我听闻纳马郡主惨遭灭门不幸 又初来京城 人生地不熟 我呀 早就想去看看她了 嗯